Hello,大家好,我是黄向昂 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 关于Django里面服务器分离的一节课 这节课呢,我们要用一个例子 就是数据库的例子来演示一下 怎么让Django的账点支持多服务器 那我们一般来说多服务器呢 就是一般来说都是会 例如说将静态文件分布到一个服务器 然后把数据库也分离成多个服务器这样 对于静态文件的多服务器部署呢 是比较简单的 一般呢是用一个例如说Engine之类的服务 来提供这些静态文件 那么它主要的还是 主要还是用到一些跨域来调用静态文件的东西 是比较简单的 那我们这节课呢是用数据库来做一个例子 来演示一下怎么让数据库 存放在不同的服务器上 这种多服务器分离呢 一般是就是障点的压力比较大了 访问的用户呢比较多 那这时候才会用到 那么我们实验的环境呢 还是之前的那两台之前的虚拟机啊 今天我们的目的呢 是在这两台虚拟机上面都装上数据库 然后呢让某一些model呢 存到这个这台虚拟机 然后其他的一些model呢 存到这台虚拟机上面 那我们首先来 先来给虚拟机装上服务器 也就是说数据库的服务器 那装MySQL Server 相信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啊 他直接就 安装好MySQL Server 然后默认 装完之后默认的密码呢 一般是空的 也就是说路是没有密码的 我们现在先登录控制台 对了 它MySQL还没启动 那我们现在先 先把它服务启动起来 这个有可能是以前有装过 所以它有密码 OK那进来之后呢 我们要查看一下它的IP地址 因为很明显就是我等会在第一台电脑来连这个第二台的数据库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给它全线 这样它才能访问到 那我们现在先看一下这一台机器的IP是多少 这台机器的IP是103 那我们再看一下第一台 看看有没有装MySQL 这边已经装好了 装好了 那么我们现在呢 来试制一下第二台机器的权限 也就是说我们等会要在第一台上面呢 装一个Django 并且第一台呢 它本身有一个数据库 然后呢 对于Django里面的一些model 也就是一些模型呢 我们不想从在第一台 我们要让这些不同的模型 从到不同的机器上 从不同的数据库 那么我们在第二台上面呢 先来执行一些权限的东西啊 首先呢 我们要 我们要告诉Django呢 说我们数据库呢 是从在哪里 那么这些信息呢 是在Setting.py里面告诉它的 那告诉它呢 里面我们可以这样写啊 数据库 Settings里面有个Databases的配置字段 那里面呢 我们产生的时候是有一个default 然后就只有一个 就只有一个default 那么我们可以往里面加 例如说User的数据库呢 它是名字叫什么 然后呢 用户是什么 密码是什么 它的主机是在哪里 另外一个数据库呢 它的名字是什么 这样可以这样排下来 但是default这个是不能缺乏的 也就是说 呃 你不管怎么配default这个一定要留着 就算它是空的也要留着 所以那么我们最后的 呃 最后的Settings.py呢 应该是大概是这样配置的啊 呃 default 这个是我产生这个项目的时候 它默认就写了这么一段东西 那反正我们不用就行了 留空也行 把这些上掉留空也行 反正我们 它是最后找不到可以存放的地方 它才会存到这个default这里 那么User呢 是也就说我们呃第一台机器 我们把用户的信息呢 存到第一台机器上 那么Logs呢 Logs是这样的 Logs是呃 第二台刚才也就是说 我们刚才的第二台机器 也就是103那台机器 我们想要把 跟Log相关的信息呢 存到这台机器上 跟User相关的信息呢 存在第一台机器上 那它的Settings.py呢 是这样写 那么我们现在呢 来试一下第一台机器 看看第一台机器的IP是多少 第一台是106 那么我们 我们想要让第二台呢 可以让第一台连到 我们还需要一些额外的配置 那这样这配置呢 就是通过一句语句来实现 首先呢 我们在第二台机器上 先配创建一个Logdata的数据库啊 因为我们刚才这边有指定 说它的数据库名叫这个 那么我们现在先来创建一个数据库 这个数据库呢 我刚才 之前实验呢 已经创建了 那大家呢 就是在自己电脑上呢 执行这条命令来创建 然后呢 我们还要在第二台机器上呢 给106那台机呢 一个权限 也就是说我们要允许106那台机 这里我文档写的时候呢 它IP是104啊 它会 那大家呢 就根据自己的那两台电脑 你自己本机上的虚拟机 也要相应改相应的IP才行 这样呢 它才会允许那台机器来登录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上去第二台机器上面呢 给它106那个机器呢 给它权限 OK 那么这样呢 1.106呢 就可以通过这个MySQL User Tool 来访问这台 这台第二台的服务器 然后呢 我们还要去给它 让权限呢 生效 那么就用这句语句 这样呢 我们第一台机呢 就可以来通过这个账户 来访问第二台机了 那第一台机呢 也是相同样的来 我们来配置啊 第一台机呢 我们是要重放user data的 那我们创建一个user data的表 的数据库 第一台机呢 我们创建一个user data的数据库 然后呢 我们给它创建一个用户 叫MySQL User One 刚才的第二台机是MySQL User Two 那么我们就现在user one 我们现在先创建起来 第二台机呢 已经创建好了 那那些语句呢 也是一样的 并且呢 我们给 loots呢 一个密码 就是set一下password 把loots设置一下密码 这样呢 我们就最后让它全线的生效 flashprevillage 这样就生效了 那么现在呢 lab one里面呢 就有就有一个数据库 叫user data lab two里面呢 有个数据库 叫log data 然后呢 他们的 他们都有相应的登录账号 一个叫MySQL User One 一个MySQL User Two 和密码 那接下来 我们就在这 第一台机器上面呢 我们来创建一个 Django的project 我们先切换到 root账号啊 然后呢 用Django Django Admin 的命令 来 开始一个project 我们给它起名 叫MultiDB 那可以看到 有一个MultiDB的project 这些Django的东西呢 大家应该也清楚的 那么对于这个MultiDB呢 就像我刚才说的 它的setting.py呢 我们是需要改的 要改哪里呢 就是改数据库 那个地方 另外一个就是install app 这里呢 也需要把它加进去 就是我们刚才创建的这个MultiDB 还有数据库这个地方 它默认的就只有 你看就只有一个default 这个default呢 它默认产生是文本的 那我们这里呢 其实需要改一改 我们加上两个数据库 default的我们就不用了 就不用理它 那加上这两个 过来 OK那现在的数据库配置呢 就有一个users 一个logs 分别呢 是对应于这个users机器 第一台机器 logs是第二台机器 然后他们的账号密码 都写在里面 那么这个settingpy这样保存之后呢 我们还需要来实现一个东西 也就是说 虽然我们提供了数据库的信息 它知道怎么连这些数据库 但是问题在于说 它里面我们到时候存了 有很多模型 然后给它save 也就是保存的时候 它并不知道哪些模型 要存到哪个数据库 因为太多了 这么多个数据库 它不知道存到哪个 那这里呢 就有一个路由的概念 Jungle里面的数据库路由呢 就是说我们要实现一个路由 来告诉它 它存哪些东西的时候 应该放到哪个数据库 那我们现在呢 就来实现一个路由 那我这边呢 有一个简单的路由 是我自己写的一个路由 那这个路由呢 我回头给大家解释一下 它里面的行义 那这个路由呢 要实现四个方法 这四个方法呢 分别叫db for read 就是说读的时候 要读哪个数据库 它怎么决定的呢 就是你藏一个model 就是我们的数据库的模型 也就说在我们的Jungle里面 是models.py那个文件啊 里面有很多 我们自己的写的模型 那哪个模型 要存到哪个数据库 我这边是这样判断的啊 我是看这个模型呢 它是 它如果是logger的模型呢 就把它 就返回这个logs的数据库名 因为我们刚才有 有两个数据库 一个叫logs 一个叫users 分别对应于 日制和用户的数据库 那么日制的呢 我们是第二台机 用户的是第一台机 那我这里判断一下是 如果它的模型呢 是multi db里面的logger 那么我们就用logs这个数据库 也就是说第二台机 如果是用户的模型呢 我们就把数据呢 重到users 也就是说第一台机的数据库里面 这是读的 那一个rooter呢 一个路由呢 不仅要实现读 还要 比如说写的时候 要怎么判断 要写到哪个数据库 也是我们自己来实现的 我们自己来写 说如果是 这个模型呢 是logger 那么就logs 如果是log user 那么就users 还有一个 这是第二个方法 是写啊 还有第三个呢 是是否允许 外里 呃 光联 也就说 我如果有两个 呃 两个对象 那么这两个对象 它们是否允许 光联呢 是怎么判断呢 呃 这里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只想把不同的模型 重放到不同的数据库 那么对于他们的光联呢 我们这里呢 就直接返回处 也就是说我们 呃 不用管了 反正 呃 爱怎么光联 怎么光联 但是它重放的时候呢 就要重放到 我们指定的地方就可以了 那还有 是否允许呢 迁移 那么我们这边呢 就是反正如果你这个呃 你这个模型呢 是log的话呢 而且你这个数据库呢 是logs 那那就那就 可以返回 返回可以啊 那这边呢 也是一样 如果是 这个数据库的模型呢 这个模型是log user的话呢 那那如果你这个数据库 也是user 那么我们就觉得 它是可以的 那就这样 这个是我们的路由 我们把它重放为一个 呃 looters.py 重放到这里 那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事情 我们还没实现 那个models.py里面的东西 啊 也就说我们刚才说的 log和log user 还没有定义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就来把它定义一下 那这些是出于实验性质的 所以呃 里面就很简单的 很简单的两个模型啊 那么我们呢 这边来定义一下 这两个模型 也就说 user到底是什么 log到底是什么 我这里呢 也大概解释一下 我们 我们一个log user呢 就很简单 它只有一个名字 是一个地址 这只是为了演示嘛 那名字呢 是文本的 地址也是文本的 那logger呢 logger是 也就说 我 我 我一个log呢 里面有时间 呃 地点 人物 事件 啊 一个log 那么我就 每个它是什么 例如说时间 那当然就是 datetime fuel 呃 如果是 如果是事件呢 那就是一张文本里 描述一下发生什么事情 who呢 是一个外 外件 也就是说 foreign key 那这个 这些是Jungle的基础知识啊 大家应该清楚 那 它呢 是外联到某个用户的 就是上面的log user 还有一个地点呢 也是一张制服创啊 是在什么地方 那这是我们的model 是用来实验的model 也就是说 我们期望的 就是到时候 这个logger 的对象呢 是存放到第二台机 然后呢 log user呢 的对象呢 是存到第一台机 那我们保存起来 它保存起来之后呢 我们有looters 也就是说 我们的路由 已经写好了 但是 我们的系统呢 怎么根据这个路由 来判断 用哪个数据库呢 我们是必须在setting 里面呢 指定说 我们用这个路由 那么我们现在编辑一下setting 刚才已经定义了数据库 也就是说指定说 这个数据库是在哪里 是怎么登录之类的 这些信息 那么我们还要指定说 用哪些路由 例如说 我们刚才写的路由 那么 Django呢 它给了一个 配置 叫 database rooters 这边呢 你可以指定 就像我们刚才的 rooters里面 rooters里面呢 写了一个类 叫做sample db root 里面呢 实现了它的读写 是否允许 允许他们的外联 还有什么 允许迁移 这四个方法 那这四个方法的 这个模块呢 路径 完整的路径 就是这样 当然我们的路由呢 不是唯一的 也就是说 我们完全可以在 刚才rooters stoppy里面呢 再实现多一个类 那么也可以放到这里 这是一个列表嘛 那这个列表 它的顺序呢 是从左到右 也就是说 它如果找我们 这个路由呢 能决定啊 是否可以写到 那个数据库 那么它就决定了 如果不能呢 你这边的列表 往后这些 它还会再继续 以此类推的 去找下一个路由 看能不能找到 来做决定 那么对我们来说呢 我们其实这个路由呢 已经可以给 给它足够的信息 说决定 是要写到 哪个数据库了 就像我们刚才 演示的一样 那我们现在保存起来 我们再看一眼 刚才的 Rooters 也就说 它要写的时候呢 这个它会自动来 调用这个东西 例如说 它现在要读 它就会来 找我们刚才 Settings.py里面 它发现 是根据这个路由来的 它就来 看这个 DB for read 每个路由都必须实现这个 它就看 我现在是要写 这个logger 我知道 现在这个 讲要保存的 这个东西 是 是logger的对象 那么它就会 传这个model 是logger 进来之后呢 它会发现 是一个logger对象 那么应该是 调用那个logs 刚才 Settings.py里面 有个logs 那个数据库的 那些信息 那么它就会 发现是 必须重到 这第二台机 它就会重进去 就原理呢 就差不多是这样 好 现在已经定义好 这些models routers 还有settings.py都已经改好了 那我们现在呢 要做什么 要做 也就是说 我们虽然定义 这些东西 但是它并没有真正的 产生到数据库里面 它也没有去建那些表 那么 我们就用manage 来 用 用这个manage makemigration 来 这条命令呢 来产生一个migration label 所以我们的routers 可能有一些错误 options 就是no 这个错误呢 有可能是因为 我这个机器上的django的版本 我怀疑 他说没有label 那么可能是django版本的问题 那么我现在就来升级一下 看他应该是升级到1.9之后 才会有刚才的这个属性 叫label 这个label是什么呢 我们等会可以看一下 这个label呢 它其实是 是什么模型 不是是什么app 是什么app 然后面呢 是哪个model 是什么model 就差不多像这样的 那对于我们app 我们的app呢 叫multi db 那么里面的一个model呢 叫log 就是这样的 应该是这样一串东西 好 那我们现在再试一下 OK 你看 那么现在呢 已经产生了一个migration 那么我们现在呢 要用到migrate的命令 那关于这条命令 嗯 model 这位称难 就是 对于 这个称难 就是 因此 如果 我们把称难 让我们把称难 计算 对于 对于 这位称难 好 那麽這邊呢 可能我們要編輯一下啊 我們這邊用這個AppLabel 因為這邊呢可能是我們的語法的 它這個Model傳進來是空的 那麼我們用這個AppLabel AppLabel呢它應該是DB MultiDB才對啊 那麼這個DB呢等於 Users OK 像這樣如果它的 App呢這個App是叫MultiDB的話呢 或者並且呢這個DB呢 它所要操作的數據庫呢 是Log或者Users那麼我們就允許它這樣 OK這樣呢就產生就Migrate了一個 這個 我們剛才定義的這些模型 那麼這個Migrate命令呢 還有一個參數啊 就是說我們可以指定是哪個數據庫 比如說剛才的Users 這樣呢就也就說我們在第一台機的數據庫裡面呢 對Users這個 這個數據庫呢進行一次Migrate 那麼也可以指定是Logs 那麼就是第二台了 好 那我們這樣之後呢 我們現在呢就要進去創建 和保存一些對象 這些模型的對象 然後呢我們目的呢 就是讓他們分離到不同的數據庫上面 我們現在先看一下數據庫2 我們知道剛才有一個叫Logdata的 是吧 Logdata是用來從這個數據庫呢 是用來從Log的 我們進來看一下都有哪些表 哦 那麼它的Log這些信息呢 應該是存放到這個表 那麼我們現在呢 看看裡面是什麼東西 這一台機 這裡面呢是我之前的寫的一個Log 那麼我們就 OK我們把它上掉了 好那現在呢這個MultiDBLog的這個表呢 裡面是空的 然後我們來這第一台機呢 上面來做一些操作 我們也順便看一下看一下 這邊這邊的呢 叫UserData 我們也來看一下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做一些操作 用 用Manage.py裡面的shell 來進行一些操作 來進行一些操作 我們呢 首先從MultiDB的模型裡面呢 導入剛才的那兩個模型 那兩個模型呢 就是這兩個 一個呢是LogUser 一個呢叫Log 我們現在呢來創建一些對象啊 比如說我現在想要創建一個User 那麼User等於LogUser 那麼我們知道它有兩個屬性 一個是Name 我們給它起一個名字 我們給它起個名字叫Name123 ADDR 也就是它的地址呢 是 珠海中國 那麼我們先把第一 這個User保存起來 然後呢 我們再來創建一個Log Log呢 它的Model叫Logger 那麼Where呢 就是我們 輸入一個地方 然後呢 那Who呢 我們就讓它是 剛才新創建的User Word呢是 隨便寫一點 那麼時間呢 Wen這個參數呢 是不用寫的 因為我這裡指定了說 它保存的時候 就自動把當前時間寫進去啊 那麼我們現在呢 就創建一個Log 然後呢 我們的Log也來保存起來 好這樣呢 我們就是創建了兩個對象 兩個數據庫模型的對象 然後呢 保存了 那我們現在呢 就來檢驗一下說 那個對象呢 是保存到什麼地方 我們現在來看 MultiDB.LogUser 剛才查詢是空的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啊 這個剛才的 創建這個User呢 已經創建到 G7E裡面的 LogUser這個表裡面 就是我們剛才 輸入的東西 那麼我們這邊呢 這邊剛才呢 是Logger 也是空的 也就是說裡面 是沒有什麼Log的 但是我們剛才呢 在G7E這裡呢 保存了一個Logger的對象 保存起來呢 那看看有沒有 保存好到 第二台機器上面 可以看到 我們剛才 保存的對象呢 時間 然後這裡 我寫something 還有 where呢 寫place here 然後who 這裡它自動的 就保存到了 第二台機器的數據庫裡面 這樣呢我們就實現了 我們預想裡面的 讓不同的模型呢 重放到不同的數據庫 那 對於 數據庫 那個 Django的多服務器分離呢 其實 它裡面呢 也不僅僅是數據庫 也有可能是 就好像我一開始說的 靜態文件也可以分離到 別的數據庫啊 還有其他的 只要你 主要是訪問量大之後呢 它可能有一些瓶頸 那麼你知道瓶頸在哪裡 你就可能會考慮 所以我要多一台服務器 來處理這個事情 那個事情 那麼 對於數據庫這一部分呢 我們只是作為 抛裝引玉啊 就是讓大家明白說 要怎麼來做到 讓多加一台服務器進去啊 那 對於數據庫呢 我們剛才寫的這些東西呢 也 也僅僅是來 演示說 它是怎麼怎麼實現的 那 它的 裡面呢 關鍵的部分呢 是這個路由 也就說 你完全可以實現說 我是 對於某個APP 我就 我就要讓它寫到 每 那一台服務器啊 這個APP 要寫到另外一台服務器 我們這裡是針對模型嘛 那麼你完全可以說 只要是MultiDB的 我就重到哪哪台機 另外一個APP呢 例如說 叫APP1 那麼它要寫到另外一台機 在都是在這路由裡面 可以實現的 這裡的想像力是無限的啊 大家也是 都是有無限種可能 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 來實現這樣 這樣一個路由 那麼我們今天這一節課呢 就講到這裡 有還有很多其他的 呃 知識呢 是需要大家去 自己去學習的 那我們把這個原理呢 講清楚了 呃 我相信大家呢 也是在去呃 學習其他東西 應該都是不會有問題的 好 那我們這一節課呢 就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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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